hello 大家好 我是麦小豆 明天我们就要继续房车出发自驾游了嘛 出发之前 我把这个小车的那个年节给做一下 这个车已经第七年 现在已经11万公里啊 应该是六年之后是每年都得检测一次 这个还挺麻烦的 还好这个检测站离我们家还挺近的 刚刚他们扫到我的车牌就说好像是我这个是今年不用做的 不应该是一年一次的吗 我现在这里停一下 我去他们业务大厅问一下 不用检测的麻烦 它好像自动延展到明年了 两年做一次的就行了 今天天员好好哦 已经回家了 看 今天晚上是吃火锅 三姆买的牛羊肉啊 这些自己准备的配菜 哦对 刚刚回家路上拿到一个快递 就是粉丝寄给我们一个火锅底料 他知道我们特别喜欢吃火锅 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那为什么嘛 他之前是微信上加我的 然后他跟我说了好多次 说寄给我寄给我寄给我们尝一尝什么的 然后我就把地址给他了 很大一箱 里面应该很多包了 有包装还挺好看到的 牛油的两包 金油的两包 然后麻辣火锅 这两包 这个是 也是牛油的火锅 那是几包 他这个已经承包了我们整个冬天的火锅底料了吧 是吧 拿一半去房车里 十包 我天呐 一整块都放下去 我听说他们重庆人 这么一整块可能还不够 真的假的 他们吃牛油这么厉害的 对 他们吃火锅就是说 放好多块 上回是啊 我们上回不是跟扎西他们在重庆吃火锅 他们是加牛油的要 牛油这么多 应该不是一次性吃完吧 那肯定 所以我特别想吃这个 延迟的羊肉 太硬了是吧 那我们解冻一下 我们平常两个人都很爱吃海鲜 但是我们只有在吃火锅的时候不爱吃海鲜 对 是吧 不会加虾什么 对不可能 狂蟹不可能 危险 最近有个梗你知道吧 什么意思 不懂 就是那个 吹光把哥哥里面有个人创的 危险 Dangerous 那个英文怎么说的 迈克这个是那个Dangerous 不是不是就是危险 还吃了一点年糕 就是在煮火锅的时候可以切稍微厚一点 如果炒的话就切薄一点 这样比较容易熟 每次饼干看到我们吃饭 然后他也回去吃饭吃几口 他想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有了几个花椒还是有点麻的 这羊肉还是挺好吃的 羊肉牛肉都牛肉都牛肉还可以 果然 不有贵的道理这个东西 反正这个应该牛肉算下的差不多六十块钱 五六十一斤 我们以往在那个像那个 就普通超市买三四十一斤的就肯定没这个好吃的 羊肉差不多头上下也是五六五十多一斤 之前有粉丝跟我说就是在那个开试客还是开客室 买的那个羊牛肉比这个更好吃 你是要买的还好吃 嗯 这边宁波有店吗 不知道 就那个什么coco什么开头的那个呢 costco还是costco 好滚烫的 没有宁波没有 没有是吧 只有房州有吧 上海好像拍在哪里 小心一点 像牛肉羊肉嘴里面会夹着那个花椒 特别麻 刚刚吃完火锅 感觉有些人喝醉了已经 你没事喝什么酒呢 提高酒量 没事喝什么酒呢 应该 应该一年的不情愿 是不是 是不是一点都不情愿 你放开它看它们都快的速度 抗手 哈哈哈 它是不是我们禁锢在了这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明天我们就出发了 开着房车车先去扬州 我们要去给我们那个中门加一块桌板 拜拜